明镜住宅 但是在去年打算以1243万标下 却写成2243 暴增1000万 月收只有6万多的他根本叫不出来 他向法官下跪痛哭 说自己不常用国字写数字 才会把一写成二 法官傻眼这错得太离谱 男子又改口因为自己去过凶宅 感觉自己被莫名灵异力量拉住手 逼他写下二 法官认为撤销可能性不高 民众飙凶宅加十万变千万 现在交不出钱 恐怕面临破产 把写错通通推给神秘力量 恐怕还是无解 解台北综合报道